第49屆金鐘獎頒獎典禮馬上就要登場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粉絲等候的情況 我們現在透過連線把現場交給記者楊慈音 請慈音告訴我們星光大道的最新情況 好 各位觀眾 第49屆金鐘獎今天是正式登場 現在正在進行的就是星光大道的這個部分 剛剛踏上紅毯的是最近剛宣布他已經喜訊結婚的陸明君 其實這一次他真的是有備而來 而且大家都想說會不會也夾帶了這個結婚的好運氣 也跟著會說不定得下這一座金鐘獎呢 剛剛陸明君這一次其實可以看 他是穿了這個身紅色的身V的這個衣服 可以看到真的是整個好運是整個就是顯示出來了 希望今天呢就是可以把這個金鐘獎拿下拿回家 剛剛稍早的時候正在進行訪問的呢 就是這個夏宇潮和詹姆士 他們是用這個型男大主廚呢是入圍了送和節目的主持人獎 那其實喔他這個節目相當不容易的是 因為曾國成呢他這一次可以說是真的是不只雙料得獎 他不僅是今年的這個金鐘獎的這個主持人之外呢 還入圍了送一節目主持人獎 而且可以看到呢正在接受這個媒體拍照的就是陸明君 可以看他今天是一席這個紅色非常喜氣 還有鮮豔的這個顏色登場喔 而且喔他這個胸前真的是大V 可以看到這個好身材真的是沒有在怕的 就是要讓大家獻上所有的這個美光燈喔 而剛好呢他前陣子才剛宣布自己結婚了 所以當時在想說會不會也把這個好運呢 今天就給他一次的帶回家了 那現在呢正要踏上紅毯的呢是沈文誠大哥 這一次呢他入圍的是這個行腳類的主持人節目 而且喔這個Jana也是跟他一起入圍 所以呢這一次可以是說競爭非常的激烈 那今年呢這個金鐘獎呢其實非常特別的是 舉辦單位說呢那個主舞台他們是斥施了千萬打造 還有420片LED燈 他們呢是想要呈現這個科技感 希望呢可以帶來這個電視台百家證明的感覺 而且因為今年是第49屆 所以明年一例五屆是第50屆會是一個里程碑 所以呢今年呢這整個表現 還有得獎還有整個現場的舞台會是怎麼樣呢 相信各位都會非常期待 那請持續鑽定UDN TV 我們會隨時為你掌握現場的最新消息 主播 非常謝謝慈禁帶來連線 至於最近才剛結婚的藝人 能不能夠喜事連連也敲響金鐘 那我們拭目以待 稍有任何最新的情況 持續為您連線報導